下一套呢,我開始以為是鬥志的 鬥志? 對,作品名叫做惡魔謎題 黃金佬也不是鬥志吧 黃金佬應該先玩個老 你看OP就知道是一個百合的少女,加一些殺手複腺 我當然是賣女,賣女也有問題 但這套東西,我第一集看完兩集的話 我覺得這套東西當然是拍廁所 我看第二集,看你集數十二集,OK 純粹是否跟你的期望有落差 都OK 首先,我看完第一集之後 我知道題目是騙人的 都OK了,在第二集來說 我覺得這套東西簡直是不知所 其實你看完class已經知道 class也看不出 你看完規矩,還有三條 簡單來說,這是一個叫做暗殺的故事 當然是死亡遊戲 12位學生要共同暗殺的目標就是頭髮暗殺 就是在這個黑組裡面 他們要暗殺就是哈利歐 這個學生 原因不知道為什麼 他應該是有很多遺產甚至深烤射成的東西 不知道要殺他,不要管 不知道要殺他 12個殺手 哪一個殺到他 就可以拿到李市長的一個願望 一個什麼都可以的願望 李市長是一個神龍來的 當是A夢 龍豬呀 我和你不要死了 龍豬無人而已 這個當A夢 萬力百步機 第一集裡面 因為一開始的設立點是先講了東富國這個殺手 一個好像很精英的殺手 一個很精英的殺手 不過他在訓練和校 他被派到這個任務的時候 他上司是一個死忠義 我看了兩集 他講的東西 我一句都聽不明白 他那個上司好像上次那個倉男 不知道什麼那套 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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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套東西裡面 我真的很難相信 他講的對白裡面 我真的一句都聽不明白 究竟這傢伙說什麼 喜歡 然後我得出一個結論就是 其實他就是按摩迷體 你究竟明明我說什麼 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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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第一集和第二集就是集結了所有黑組成員 包括十二位殺手和阿晴這個角色 十二隻狗一隻羊 這是什麼圈 好奇 還有一個老師 老師是牧羊人 不要這麼說 我看是Another 老師代的 不是 不是啊 他講的老師是傻子 你說的 你說的 不是 其實那個設定都很奇怪 你的目標這麼明顯 你都知道那個目標 或者應該這麼說 阿晴是知道就是 黑組的這一班裡面 所有的人 都是想殺他的 是知道的 亦都非常安心這件事 應該他做到一個設定 就是阿晴應該是一個很厲害 不怕暗殺 好像阿殺老師那樣的人才是一樣 才是對的 當然 當然是不知道 現在 整套東西的疑問就是 我未知道究竟阿晴是不是 白色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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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個魔法師 其實他是一個 又魔法師 又魔法師 不死魔法師 還是輕鴻 好奇 都被他連了 整套 整套傷害 好像有些手 交叉了 對 嘩 還是他是戀魔法師 戀魔法師 你看到那邊的手 是駁上去的 什麼駁上去 手和腳 不是 那些疤痕 總之就是 阿晴這個角色 他不知道 他的重要程度 或者他難殺程度 是需要十二個 應該都是專業的殺手 那為什麼要鬥快 我不明白 我們提出不同的組織 不是 其實那個故事 應該說 在第二 開頭都沒有問題 若然 我開頭假設就是 阿晴 是一個很大勁的人 是不知道 原來這班裏面 全部都是想殺他的人 我覺得OK的 然後跟著 去到他們開會那一下 之後 就可以講規則 哇 愚蠢的規則 那個規則 我看完之後 嘆為觀止 四個字 可以去形容 第一條 殺人之前要預告 不是 暗殺之前 你要告訴 你要 應該說 每個人只能夠 只有一次的暗殺機會 這個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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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給人 好像人情 要被一貼人 一貼人 一貼後 石八十就要殺死目標 殺不了當失敗 失敗了會 那什麼叫入銀 失敗了你就要退場 退場 要轉學 首先 他講說 暗殺 在我的contact裏面 暗殺是不被人知識暗殺 暗殺是 暗殺的最高境界就是 究竟 你是一個什麼人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 最高境界的基本 不是 總之就是 什麼都不知道 那條人就死了 這些就是專業的暗殺 那些要變態 給你一封信 我很想念你 我忘記了他 他好像是 你要是 記公信 叫 阿晴留在指定的地點 去理他 然後叫你去暗殺他 然後說 首先 有一個人 當然你說 很顯然 那我恐懼鬥死了 阿晴不是瘋 不是瘋的 就是他對他自己的實力 是很有信心 真是殺老司的啡 我覺得 我很難相信 阿晴其實應該是一個很高手的 高手高手高高手 說不定 這個是訓練學校 即是他以一個 殺手之中的殺手 名殺手 來訓練這個 這十二個 新人殺手 我相信是他的 請了十二位 那麼厲害的 頂尖殺手 就殺他 肯定有些實力 對不對 當然是玩我們 這一節裡 其實殺他的原因 是未知得真 因為很多迷 他也有說過的 還是他家族的問題 是 說得沒有說 算了 他家族的幾無能 把他放在被人暗殺的教室 都不做任何事 而就是 老實說 給了一個 叫做 我可以給一個願望 你們 要什麼都可以 這個人難殺的程度 是殺老師的級數 應該是你殺他的難度 和你實現願望的難度 其實應該是成正的 應該是對應的 應該是對應的 他不是很難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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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假裝蟹 吃藥吃得多 你先看故事先 我們先不要吐槽 在這個位置裡 阿程不是一個難殺的目標 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少女 那究竟 為什麼會這麼難殺 為什麼會有這麼好的報酬呢 因為你見到 開始當兩集 已經被人暗殺兩次 沒完兩次 很明顯 只要這個人 不是老殘 就刺下去 應該死掉了 而就是 為什麼要定個 這樣的規則 因為你定個這樣的規則 正如說 你要記封信 還有你暗殺機會只有一次 那你就是玩的 還有一個有時限 還有你要決定地點 等阿程去那裡 就是叫什麼 看圖作名 那一方其實 不是叫暗殺 那一方是叫挑戰說 我就是在古代裏面 可能我要對 我覺得你無事最簡單的 就是 將來是紅色的 當然是紅色炸彈 他是一封挑戰說 是一個 為了成名的 直直無名的武士 挑戰一個公本武座 而他寄一封挑戰書給他 你在 那個時候 在那個地方等我 殺你 是 在第二集裡面 爆點就是 東套 其實不知道什麼原因 總之就是 他突然覺得 他要保護阿程 然後他就撕爛了自己 那張挑戰書 就說 臭壇領偶那十位殺手 說 你們如果想殺他 就先過關 他又不是東套 他又被人壓著打 而且很荒謬 殺手他精於防守 當他懂殺手的技 他看得穿人家 其實那件事應該就是什麼呢 阿東套應該一入到他裡面 就好像家祝世 那樣 七王會議 一開頭他就撕倒了一條線 這樣才是殺手 現在的殺手 這套東西裡面的殺手 是很不殺手的 全部都是說 我告訴你 我要殺你 還有 告訴你 這傢伙是我照的 這套是黑社會動畫 這套是一套 黑社會會寄恐嚇信 那國風挑戰書很明顯是一套恐嚇信 因為那真正危機 其實十三位 就是十二位殺手 他不用跟你說聲 可能今早殺你也行 今晚殺你也行 第一你要通知信 平時 我不收信 我不用防你 我一收信才會防你 那個通知信要厲害 你還要通知同行說 現在我殺他 我已經殺了你的 是不是 可以的 他可以的 總之就是什麼呢 這十二位的殺手 其實他一開頭設定裡面 就是說 這十二位殺手 他們是有一個共同的target 但是呢 這十幾位殺手 其實應該理論上的設定 就是說 他們都有一些很想實現的願望 不是 他的設定 就是我一樣東西 就是不可以影響到 黑組以外的學生 包括阿Sir 但是即時人問 那就是可以互相對決 是可以的 那為什麼不去到那裡 立刻開播片 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故事的核心題是什麼 這個故事的核心題是什麼 我是要殺死阿程 但是你這十二個人 是會互相阻礙的話 那究竟是想殺死阿程 還是想培訓阿程 我不清楚 很簡單又是 你八點七八小時 但是我被騎士殺了 那就玩完了 你又是不是 上單了 不是他又沒有說到 玩完有什麼效果 這個像是那些搶椅子 你比如說 他講到說 玩完原來要死的東西 每個人都拚命去做 現在的理由就是 告訴你 你只有一次機會 去做暗殺 你只能對阿程 動一次的殺機 過了這一次之後 你就沒有機會 你就要退學了 你就要 你只能有一次機會 去做這個行為 但是 因為每個人都得一次機會 其實是很搞笑的 整件事的目的就是 為了殺死阿程 但是 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願望 想達成 所以阿東國就是 抗透了 時改了他 為何不用那一刻 炸了他就可以了 他們是會互相阻礙 那究竟他是想殺阿程 還是不想殺阿程 這件事是 一個迷 果然是惡魔迷語 但我現在看到他們的事情 首先就是 本身阿東套 他沒有一個很立體的描述 為何他一定要去保護阿程 他那個人的外觀 確定都比較奇怪 只要他保護他11次的時候 他殺他的機會 就一定是我 不是喔 他撕阿東封的東西 他就沒有了 要不這樣 你不撕阿東封的東西 你裝了一下 我保護你 後來再唸一刀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棒的 但是你沒有這樣做 你撕阿東封的東西 因為他在用的 是暗殺技巧 博取他的同情 博取他的信任 其實是一刀了下去 沒有用的 他現在已經失去了機會 當然 他這裏的意思 就是阿東套 其實我是無辱無求的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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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畫一些奇奇怪怪的回憶 畫面 他說過他自己有什麼願望 我是沒有願望 我是沒有願望的 我願望就是和阿程 生活下去結婚 所以你這個設定裏 就是搞到整個故事 我先不理那11個 那11條彈散 那11條都是卡的 應該都是 你只是看東套和阿程這個角色 現在說出來的東西 首先我們不知道整件事是發生的 但是這個是充滿漏洞的暗殺計劃 而這個所謂的暗殺計劃 是叫做什麼呢 受害者和交害者 大家是事先知道的 那這個其實不是一個暗殺 恐怖分子都是炸魚才跟你說 發明了來殺你 一年時間也是 那這個是一個殺陸遊戲 其實是一個 生存遊戲 未來日記 生存日記 你殺手要堅持 但感覺其實挺差 因為 同類型之中最差 我想都是這個 我也不敢說這個世界低處未算低的 他規則很簡單 三條 但是他規則沒有東西玩 很明顯是很浪漏 不是 在規則中 在這個暗殺的題材之下 是充滿了矛盾 而 但是你這個矛盾正正於最主要 你是要殺死目標 你不是想玩那幫殺手 但現在給我的感覺就是說 我是玩你們那幫殺手 還有他講了十 現在十二個殺手 有十二集 一集在那裡 明顯是一個失敗的 一集沒死人 第二集都沒死人 他一集死兩件的 是不是 有些合作組 看不見多少OP 合作組一集兩件 他都講明的 合作是不會多過電網的 沒有 我倒了一個人 只是被暗殺 暗殺輸的那個人才可以拿 我們可以一起傳輸的 同事裝棋 大家一起出 這個有問題 同事出書的話 一個叫他圖書館 一個叫他禮堂 那怎麼辦 斬開一半 一個是圖書館 一個是另一半 那他死了就搞定 自殺 沒有願望 自殺 我問你們什麼事 全部都是輸 通殺 所以 我就是不明白 究竟這個規則是定來中鬼 玩地 全部人都玩了 不是 最後我終於明白了 這件事 這是一個謎題 就是告訴你 最後我們觀眾夾聽到 這個故事是不成立 整件事都有一個謀 你學高登講的 你懂得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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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是專家才知道 HUK C DAVID 又看他圓完之後他又多專 這是同話 你先說這些 算吧 看法學說就算了 不算 看什麼 甚麼英kiss 等完那一刻 仍然有人堅持到 我看旅的不要緊 看這個謎的話 我覺得這套真的是垃圾 這套的確是雷味很重的 看完頭兩集之後已經告訴你雷味很重 基本上已經無可復家了 有興趣挑戰地雷的聽眾加油 這套到這裏 我們去下一套